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切断这个痕磨途径 普通的外科口罩可以防止那这种飞沫的穿过 防止这个飞沫喷电脑的 那么呢我们带N95 就可以防止那气中焦的穿过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尽量避免呢和这个 有病毒携带的和传染的患者呢 在同居一时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 也能够呢减少这种感染的风险 再一个呢就是说呢 像这个老年人呢 尽可能的呢减少去这个 有可能有携带者啊 或者是呢感染的这个患者呢 聚集的地方 因为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呢 全世界来说呢 还没有一个特效药物 如何能够减少重症 以及呢减少症 是现在治疗新冠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重要目标 那么呢 疫苗接种 却恰恰能够呢 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啊 注射这个新冠疫苗以后呢 能够减少重症的发生的率 也可以呢减少病死病 甚至呢可以减轻 患者得这个新冠的临床症状 因此呢 现阶段在没有特效药物的 这个阶段呢 疫苗就至关重要 尤其对老年人来说呢 他本身免疫力就比较低下 如果注射疫苗以后呢 可能对我们这个新冠呢 有一些特异性的免疫 能够有效的减少 减少他们的这个变死的发生 有些基础性疾病呢 尤其是呼吸系统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呢 尤其要小心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啊 因为呢 比如说这个慢阻肺啊 哮喘啊 肺部肿瘤啊 肺间质新微化呀 以及知情网扩张啊 等等就这一类的呢 慢性的肺部基础疾病呢 本身的患者的肺功能呢 就比正常的肺功能要低下 再加上呢 又是老年人免疫功能又下降 因此呢 高龄有慢性肺疾病基础的这些患者呢 感染新冠的话呢 风险极高 这个呢 还是要因人而异 比如根据病人的精神状态 精神状态非常萎靡 是吧 非常萎靡 说话都懒得说话 是吧 呃 或者说呢 完全就开始这种咳嗽 呼吸道症状开始了 啊 咳嗽 喘 听 甚至我们都可以听见少鸣 呃呃 肺里的响 是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要再坚持在家里了 是吧 赶紧去医院 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状态好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再继续观察一下 其实患者的这个心理啊 这个得了新冠以后啊 呃 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最最担心的呢 就是有一部分人呢 呃 尤其是老年人呢 呃 对我们这个新冠肺炎呢 不是特别清楚啊 理解不是特别清楚 他认为呢 得了哎呦 这个可不得了 可是要 这个啊 但其实现在这奥米克隆呢 他的独立呢 已经是明显降低了啊 死亡率极低啊 死亡率极低 这个呢 要要把这个事呢 要跟病人谈清楚啊 另外一个 这个心理压力的人 来自于呢 周遭的人呢 对他的歧视啊 还有一些的病人呢 得了这个病以后呢 很内疚啊 还是很内疚 觉得呢 哎呀 你看 我把别人也感染了 从这三个角度吧 做这个患者思想工作 减轻他们的这个心理负担 其实病本身好像倒没什么 但这个这个给他的这个心理打击啊 还挺严重的啊 他说这个呢 我想呢 呃 也是通过媒体啊 跟广大患者啊 做一下宣传啊 没有这么大的思想包袱啊 没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他一定要放松啊 正确的面对这个疾病